在全世界的瞩目当中 美国大选结束了 开票计票的程序也开始了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很意外 这个睡一觉前不是美国总统川普领先吗 川普还说他当选了 怎么睡一觉起来就变天了 有这个疑问的不止是你 川普本人也是推文军的不可思议 傻眼推文说 我昨天在摇摆州都领先啊 怎么一觉睡起来一个都不见了 太奇怪了吧 网络上也疯传各种作弊的证据 公平的选举是民主制度的基石 所以美国这个老牌民主国家 真的有选举不公的现象吗 这些作弊的指控到底有多少依据呢 大家好我是范淇飞 欢迎收看范淇飞的today看世界 威斯康星州本来是川普领先的 但后来随着邮寄选票陆续开出 威州红转栏被民主党翻盘 那很多川普的支持者不服气啊 认为有选民欺诈嫌疑 那现在遭到最多质疑的是 威州出现了超过百分之百的投票率 一名网友就推文说 这个威州呢 明明只有312万9千个登记选民 结果现在票数开到323万9920张 这是选民诈气的直接证据 结果推文就被转发好几万次 迅速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 很多网友就质疑啊 多的这11万张票是哪里来的呢 指控民主党灌票造假 但目前这项消息已经被几家事实查核网站证实是谣言 包括SNAPS今日美国查核中心Politifact就直接把他归类在Pent on fire 意思就是骗到爆啦 威斯康星州的选举委员会也做出澄清 说截至11月1日 威州活跃登记选民数是368万4726人 投票数并没有高过登记选民的人数 另外由于威州允许选民在投票日当天登记 登记完直接投票 所以登记选民总数也还会在网上加 那312万9千人这个数字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这是2018年其中选举的登记选民人数 至于宾州目前由川普为辅领先 然而邮寄选票尚未全数开出 川普在选前即不断质疑邮寄选票的公正性 选前一天就批评最高法院让宾州延长选票的收件日 当天的票应该当天计 因而在昨天演讲就要求了暂停计票 2016年川普以区区44292票 也就是0.72%的优势拿下宾州 今年任何微小的差距都可能影响选举结果 不过宾州今年有310万张邮寄选票 本来就会花上一段时间来计票 再加上宾州先前因为当地的共和党员 反对提前计算邮寄选票 必须要等到大选日当天才可以启动开封计票的作业 因此现在最快在周五才会算完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马克汉森 特地投书说明 要造成大规模选票舞弊在实际执行面有多困难 以2016年宾州票数的1%为例 如果要造成1%的差距 就等于要铲出6万2000张假票 首先要找来1000个成员 每个成员去说服至少62个选民 或是冒名顶替62个选民 以他们的名义来进行仇富投票 这些人都要赌上自己的名声跟自由 因为一旦被抓包 就会面临被起诉的风险 另外这段时间 每个人都必须要小心翼翼的保密 还要确保这62个人里面 没有对方的支持者混在里面当较北 最后监票计票中心 都会有共和党跟民主党双方人员 这种大规模舞弊行动很难不被发现 至于先前传出美国邮局 一口气就寄丢了宾州30万张选票 宾州下令战行计票到周五 这已经被证实是误传 其实是美国联邦法官 要求邮局加速处理30万张延迟选票 宾州计票作业也没有因此而停止 再看到密西根州 网路上盛传拜登一夜之间 被灌进138339张选票 同一时间其他候选人则是半张都没进账 这其实是选举数据网站 Decision Desk HQ打错了数字 那网站发言人已经出面澄清 但相关截图已经在网路上疯传 除了怀疑选民诈欺之外 川普团队也指控 由民主党担任选务主委的州政府有问题 川普竞选团队在选后第二天 就正式在宾州密西根跟乔治亚州提起诉讼 并且要求威州要重新计票 川普竞选主任就指控 威州多个郡出现违规行为 但还会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川普的竞选团队也发出声明 先是指控有心人士放出荒谬的民调数字 要让选民放弃投票 又说威州好几个郡都出现异常事件 严重怀疑选举结果是否可信 要求重新验票 威州的选务单位则是不爽的回应 你想验票申请就好了 不用喊选喷人说什么有异常 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异常的通报 威州的选务单位也不是第一次 在总统大选被要求重新验票 四年前绿党候选人石坦虽然只拿了1%的票 还是照样申请 最后算出来的失误只有几百张 威州的共和党议员还因为这样 隔年11月就修法要缩紧申请规定 像是两个候选人得票数差距 一定要小于1% 选举总票数必须要超过4000张 还特别把总统大选人申请重新计票截止日 提前两天 没想到新规定被川普第一个用到 威州目前开出来约330万张票 拜登领先川普2万多票 所以川普是有达到得票差距的门槛 不过两人因为差不到0.25% 所以重新验票的费用350万美元 得由他自己买单 而且他还要等到 威州所有的选票都到期了之后才可以开始 也就是说最晚得等到11月17号 邮寄选票的收件日到期之后才能作业 整个过程在13天完成 所以有可能要拖到月底才会有结果 那么重新验票的过程是什么呢 在候选人提出申请之后 选务委员第一关要先检查 选票本身有没有问题 像是该签名的地方都有签 选票上只有划一个候选人等等 接着就要开始验票程序 验票人员都得要回到投票所 一张一张就算 除非法院有特别的规定 不然用人眼验票或放进机器扫都可以 整个过程就开放给媒体 一般民众或候选人团体监督 那除了候选人要求重新验票 美国有20个州跟DC特区 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自动重新验票的 这其中就包括这次选情交着的 宾州跟密西根州 宾州就规定候选人得票率 差距小于0.5% 就进入自动验票程序 但必须由州务卿在大选结束后 一周提出申请 密西根州则是候选人得票数 差距小于2000票就可以重新验票 费用由全民买单 其他可能面临重新验票的 乔治亚州跟北卡罗兰纳州 得由候选人自己申请 乔治亚州北卡则是规定 差距小于0.5% 但重新算过一次 真的可能改变大选的结果吗 专家说几率非常小 目前成功翻盘的 都是地方性小选举 总票数少 差几百票就差很多的那种 拜登领先川普2万多票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不大可能记错了那么多票 连跟川普同党的前 威州州长沃克都推文说 这么多的差距想要翻盘 真的难如登天 许多国际组织也都派员到美国官选 像是欧洲安全跟合作组织的秘书长 蒙提拉 就说这个OSCE选定了美国10个州 跟华府派了59位法律专家跟16名员工 去观察选举过程 有没有舞弊不公的现象 这已经是第九次OSCE派员到美国官选 对蒙提拉来说 这次选举很特别 因为一般都是挑战权威的人 会说选举作弊 像是白罗斯跟委内瑞拉 但很少看到是执政者 在选举还是进行的时候 就在喊选举不公的 OSCE的专家们也说 每个国家选举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但很少听到美国有这个问题 毕竟美国长期以来 一直被视为民主国家的典范 但我也忍不住要想 这难道不是美国民主制度 设计上的巧妙之处吗 即使是总统也没有办法 全面掌控选举机器 连他也要说 你们不要作弊哦 我今天想问大家的是 经过这一次选举 你对美国是个民主大国的印象 是加深了还是变坏了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可以订阅LINE Today的官方账号 他就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 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NE Today的国际栏目里面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欢迎订阅TODAY看世界 天天为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描懂世界大师 我们缅甸